如果你有老盆口的盆景,长期没有换土的,这个季节需特别留意盆土。 这颗火急就是一个例子,老崔踩过的坑,分享给朋友们。 去年因为疏忽土壤板结,水浇不透,搞得都快枯死了,我洗根后重新换风化石颗粒土重的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看看。 经过一年的副状,确实是旧活了,但是有点小遗憾,原来的顶枝,脱枝都枯死了。 目前,只能利用新萌发的枝条来重新续养作型了。 辛辛苦苦养十年,疏忽几天再度回到光感前。 可见,盆景养护,好的土壤是关键。 老崔为大家介绍一款硬度高,用三到五年不会完全粉化的风化石颗粒土。 这种土壤能很好地解决长时间栽种盆土板坚硬化,浇不透水导致烂根死桩的问题。 老崔十分推荐此款风化石颗粒土,相信依次选择他专业推荐的优质风化石,绝对比花费低价购买低质风化土更值得。 如果您想让盆景健康茁壮,可以点击下方小房车购买试试。 效果定会出乎您的意料。